北京5月30号下午 天空突然变黑 狂风暴雨 许多大树都被连根拔起 有网友拍到 正在央视大楼外 作业的十多名洗穿工人 被吹成蜘蛛人 在半空中随着大风荡来荡去 让不少目击者捏了一把汗 中共喉舌央视报道称 总投资13亿元人民币 2011年8月建设至今的 天津兵城建材城 成了一个鬼城 到现在仍未竣工 烂尾楼超过百座 被当地人称为僵尸乐园 其中117大厦烂尾 被奉为缔造世界上 最高烂尾楼的 金氏世界记录 有网友质疑 全中国各地烂尾楼太多了 央视为何曝光天津的 天津官场恐有人要做 替罪羊了 中共前央行行长周小川 似乎对当局不久前 推出的所谓历史性的 旧楼市政策并不看好 近日表示应该学习日本经验 周小川曾在美中贸易战的 关键时刻发声 被指暗奉习近平不懂经济 这次对当局楼市政策 欲言优质 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中国网路上近日风传一段 疑似中国红十字会直升机 外送考全阳的影片 引发舆论哗然 不少中国网友质疑 中国红十字会高层滥用资源 而中国红十字会 事后发出声明辟谣 称这是私人直升机 反倒加剧网友批评力道 直说不管是真是假 一分都不会再捐 新唐人牙的电视 正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